兄弟们开工了 赚不赚钱无所谓 主要是喜欢开车 10月27号 今天咱们的目标 1000块钱流水了 如果干不到1000块钱了 视频结尾咱们直接 50个俯卧撑 现在我是在广州的南沙 接到了一张 后组跟我说了 需要装4台空调 出发到东莞的 我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Let's go 这个货装呢 我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么大的车 就让我身后的这种4台空调 一共外机加我内机的话 也就8个纸箱了 现在已经装了 有6个纸箱在里面了 还有它最后两个纸箱 围板货 6个纸箱 等于空车过去 这种单 你们说干的不爽吗 搞定了 8件货 咱们用板带 稍微简单的 给它板一下 现在咱们开始出发 东莞方向 朋友们导航设置好了 现在咱们开始出发了 全程的话大概103公里 去到东莞那边的话 估计要上午的 11点出头了 现在咱们开始出发 Let's go 最近这两天 有很多粉丝朋友 他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每天赚这几百块钱 搞得好像我每天能挣几万块钱 那么开心 说实在的 人要学会苦中作乐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 货运的这个现状 那我们只能去适应它了 所以我每天尽量的 让自己开心一点点 虽然说我每天赚了几百块钱 在很多网友的眼里面 都看不上这点钱 但是说实际话 这也是我每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我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丢人的 这就是我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也希望我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能够给大家带来真正的正能量 在我的视频里面 没有剧本 只有每天记录 咱们朴实的货车司机的真实的一天 如果说你也喜欢认可这种正能量的生活的话 请麻烦帮小春点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朋友们了 好了朋友们 现在咱们来到了东莞招木头卸货的地方呢 咱们去后面把车门打开 最后把车往后面一到就可以卸货了 中午的12点04分 车上的空调全部卸货完成 票货干起来还可以哦 装货到卸货正好弄了半天了 卸货12点 咱们先去后面这里把肚子填饱了先哦 别等一下饿着肚子来单了 干就麻烦了 去那边把饭吃了先 哎呀吃饱喝足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看单 现在已经马上一点钟了 我们看一下接到第二单的时候需要几点钟 下午的13点57分 终于搞到第二单了 这一单是在东莞接到深圳光明的三个卡板的货 现在车后面已经装一个卡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要装地上这一个带玻璃的卡板 但是它这些都是有泡沫箱把它包裹住 应该没问题的 走了走了走了 哎呀今天干了这两趟 还是非常棒的 加起来估计总共300斤货都没有 这三个小卡板的话 这一趟货是到深圳的光明的 去深圳呢又是一个大的考验 考验的是你有没有单出来 如果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到这顿饭已经吃包了先 有没有单出来再说吧 给咱们看着出发 3点18分 三个卡板的货 卸货完成 我是在深圳的光明区 现在时间还早 且三点半都不到 今天不出意外 一定必须搞到一千的流水 咱们期待一下下一个开张 需要下午的几点钟 晚上的11点08分 今天的最后一趟货了 这也是一个紫香货散装的 卸完这一趟货 等下咱们出去找个停车的地方 给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的战绩哦 到底有没有完成一千块钱的流水 已经卸完货 回来外面找了个停车位了 趁着这个时间了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今天干了这一天了 到底有没有完成一千块的流水 上结果 这是10月的27号 一共是跑了三张单了 第一张单是九点钟开张的 551 第二张的话是230 第三张的话是187块钱 现在咱们直接看一下结果 点到总结这里 收入统计 10月的27号 一共三张单 总流水 969块钱 说实在的 今天没有完成这个一千块钱流水的目标啊 我心里面是非常不甘的 因为它就仅仅差了不到31块钱 但是还是那句话 咱们早上说出来那个惩罚 现在必须得去完成了 咱们下去之间 干五十个俯活成仙 明天继续接着干 OK 兄弟们 五十个俯活成仙 已经安排到位了 明天依旧 一千块钱的流水 明天玩不成 六十个俯活成仙 干就完了